十九 陰魔之初 视为生气 视他之非 而为烦恼 实乃暗敌自伤 何图他人之皮毛尔 楞严经上 有五十种陰魔之说 什么叫陰魔 这里说的陰魔 就是把自己对自己生气 自己想不通 自寻烦恼 视名为陰魔 也就是把别人的是非 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实之处 不良之处 当成沉重的包袱压在身上 自己在一旁想不通 自寻烦恼 自找痛苦 就叫找阴魔 这种阴魔的产生 实际上是暗敌自伤 即就把生气 变成了看不见的敌人 来自己伤害自己 而对其他的人 对对方 对你想不通的人 则连皮毛都伤不到一点 因此 我们不能把外来的是非 作为烦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